郭文貴議員 請各位同仁就座,我們等座好才開始 不然我們楊大委員執行一定大家坐,好 從澎湖趕來的,開玩笑 有一個兩個湖,接下來有一個澎湖,有一個港湖 港湖女神 女神是你講的 有一個澎湖,有一個港湖 再來一個葉教授 那麼可以 就做就做 我的大哥那個,郭文的大哥要做好我才能開始 研究藥物疫苗 好,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洋藥委員尋答,洋委員請 謝謝 謝謝主席,主席請下,次長 好,市長 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還是要先 肯定一下衛福部 我們防疫體系所有的工作人員 市長 我們已經在 我們要看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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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態度跟保護台灣的精神 我想很多國人都看得到 那我在去年 去年部長去WHA的會場 外面宣誓台灣的 提高台灣的能見度 回來以後我就有問過部長 那今天部長不在我就問次長 所以台灣長期在推動加入WHO 到底除了政治意義以外 真正在醫療跟公衛的專業角度來看 必要性到底多高 跟委員說明其實任何一個 尤其WHO常常講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就是UHC 就是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要被平等看待 要被醫療覆蓋嘛 那台灣既然有2300萬人 當然我們的權益也要被受到重視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是有積極 有貢獻的參與 對全世界尤其這次防疫 很多這個國家都希望藉由我們的經驗 能夠對他們的防疫有所改善 所以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 是我們也需要WHO提供透明公開的一些醫療資訊給我們 可是我們每一次 申請去參加一些技術性會議 30%通過 70%都被否決掉 健康是基本人權的嘛 WHO 照市長剛剛講的就是 基本上資訊的交流 平常啦 平常資訊的交流 在預期期間 資訊的公開透明 這個WHO應該要 要扮演一定的關鍵角色 對不對 可是我看這次武漢肺炎 WHO的表現 其實是跟次長剛剛的回答 欸 大相請盡啦 就是 就是差太遠啦 對不對 欸 台灣這一次的防疫能力 幾乎很多國家都把我們當成範本 可是我們不是會員國啊 我們不是會員國 我們也是在為 全球的防疫體系 盡了很大的力量啊 是不是這樣子 市長 是啊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就台灣應該要 欸 特別在醫療衛生的部分 很多 很多 涉及 很多敏感性的政治 議題的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 就是說在 在公衛體系跟醫療 其實台灣 在這幾年 雖然一直被 被秉除在 世衛組織之外 可是我們卻在體系外 發展出我們自己的能力 甚至於在全球需要的時候 台灣 發揮了非常關鍵的力量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所以 其實 其實像我的主張是這樣子 像我們應該要把 多數的 的力量 用來發展台灣的 醫療 跟防疫的能力 欸 盡量 少 少花 時間 再 努力進去 組織 之上 可能市長會覺得這兩個 是 是 是 不同的東西啦 齁 你可能會覺得 兩個都可以 那我現在講的 不是說 我們 要拒絕進入 我講的是說 輕重緩急 其實 本質 才是最重要的啦 呃 我想 委員的意思 我聽得懂 但是 我們在壯大自己的時候 其實也是累積我們能夠加入WHO的一個 能量啦 喔 對對對 欸這個就是我要 我要表達的 就是說其實我們的能量夠了 縱使沒有加入這個組織 我們也在對 全球 發揮我們應該要發揮的 的影響 我們的能力不夠 縱使加入WHO 這樣子的組織 我們去參加了 組織會議 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對全球做出貢獻啦 應該是這樣子 而一般 加入WHO 除了資訊 還有其他的兩個重點 一個是 有些國家加入是向WHO協助他們 那有些國家是希望能夠 我們去 的貢獻 提供協助 我們有 可能某些程度我們也需要 他給我們一些協助 比如說資訊啊 各方面的 那但是 同樣的我們也能夠把我們自身的經驗 提供出去 其實這個 互動之間都有 這個就比較遺憾啦 就是說 就是說 WHO 縱使我們沒有加入 其實 他應該也可以 對全世界 所有的 組織會員國 跟非會員國 提供一定的資訊啦 可是在這次 的 疫情期間 我覺得 WHO 並沒有發揮他 應該要有的功能啦 我們其實做的目前為止 大家盡心盡力 但是 他認為我們是 對岸的一部分 所以 在誇獎他 反而忽略了我們 罵的時候也連我們一起罵進去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 我原本不太想在這邊講 這個 我覺得 WHO 目前 目前 在立場上 就已經 就已經 有一點 脫離 專業的 世界 衛生 的 範圍了啦 對啦 我曾經跟 國外的人 對談的時候 因為我們常連參加 國外組織 常會在台灣 Come on China 可是我覺得 這一次是 WHO Come on China 所以 我還是 講一句話來講 做這個題目的終結 就是 我覺得 人 跟國家都一樣 就是 自己體質強了 什麼都不怕 自己體質不夠強 就是 縱使你加入了 什麼組織 也不會讓你自己強大 就是 要壯大自己 都要靠自己 好 市長 因為還有 還有 還有一兩個有關 朋友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要問一下 澎湖 目前 目前 部立醫院 其實他並沒有 一般的隔離病房 部立醫院沒有 當初 當初的規劃 沒有把 把 把澎湖 規劃 覆壓隔離病房 其實 欸 是因為 他有他一定的 的 歷史 就是澎湖總共有六床 隔離病房 病床 這樣子 假如說 真的 真的 欸 遇到社區 社區 傳染的話 欸 不夠用的時候 部裡面 有沒有什麼 備案 跟委員說明 我們其實都有 預算去補助 各個醫院 在緊急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 負壓隔離 或是 一般的病房 改成隔離的病房 我們都會有補助 所以只要情況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前去 協助這些醫院去做準備 欸 他去改 從一般病房 改成隔離病房 或負壓隔離病房 需要多久 如果你是一般的病房 這個有的時候很快喔 改成負 就是說 需求量是 在瞬間 就報徵的喔 我知道 所以如果是要 負壓隔離病房 確實要花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 一般隔離病房 但是如果說你本來 就是變成單獨隔離的 空氣它是只要 單方向出去的 那個都比較容易處理 比較容易 這個問題不只澎湖啦 我想 我想 醫療資源比較 貧乏的地方 當然公衛 在台灣是一體的 所以目前 我看澎湖 澎湖的狀況是很好 可是醫療 因為醫療的資源 分配比較不平均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產生的問題 還是請次長 帶回去 當然最近大家防疫很辛苦 可是應該要做因應的 可能發生的問題 還是要先做好準備 好不好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 楊委員的心答 謝謝 不 不 好我們接下來請高嘉宇委員 行答 高委員請 謝謝 謝謝主席 那請這個次長 謝謝 好次長進 維陽好 市長 今天是3月18號 3月4號的時候 我曾經有請教過您 關於限制醫事人員 出國的補償方案 跟這個要點 什麼時候會出來 當時您答覆說 三天內會有方案喔 所以照理說三天是3月9號 但是呢 實際上呢 3月9號到3月12號 你們公文回覆給我們的 你們關於這個補償要點呢 實際上呢 都還在演你還在討論中 那回覆的內容跟2月27號 你們在網站公告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請問到現在3月18號了 關於醫事人員補償 這個限制出國的相關的要點 到底現在出來了沒 跟委員說明 我對委員的一些提問 我們都很慎重的去處理啦 但是因為當時三天是說 我們要趕快去討論這件事情 那整個的支付的標準跟範圍 因為每天情況不一樣 然後各方反應的時間也有 還有必須跟所有的醫療院手 去做溝通說明 那目前醫事司已經接近定案 包括他的費用額度多少 但是還是必須經過指揮官的 所以請問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 這個部分只要等指揮官確認 因為其實2月23號就已經宣布了 在我們這個疏困條例通過之前 就已經先行宣布禁止醫事人員出國 那到現在已經3月18號了 在這之間只聽到說會補償 可是實際上呢 跟我們答覆的到實際上的 這個補償要點都沒有出來喔 一再的跳票讓醫事人員覺得心寒 那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也聽到一個 關於醫事人員的這個防疫津貼 是不是會列入薪資所得 列入薪資所得 對 就是扣稅的意思 這部分您知道嗎 還是會有稅的問題 對啊 那所以對於醫事人員來講 不僅看不到補償 甚至連他們所付出所犧牲的這些津貼 都還要扣稅 那等於說至少三分之一還要繳給政府 那我們對醫事人員的保障到底在哪裡 各位說明這部分我們也知道 所以部長會跟財政部這邊去溝通 所以我們一而再再而三 要醫事人員共體時間 可是我們的所作所為 都是把醫事人員踩在腳底下 我委員請妳不要用這種語言去講 對醫事人員非常不公平 剛剛也有很多委員有提到 其他各國對於醫事人員在這一次的 防疫期間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加倍的給予獎勵跟肯定 可是我們在相關的紓困相關的補貼 不僅到現在都沒有出來 甚至還要求這些津貼都還要納稅 對這些醫事人員來講 其實是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們也希望衛福部在這個部分 能夠盡最大的努力 讓我們看到對於醫事人員的尊重 還有支持 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醫事人員在這一次 不僅是過勞的問題 包括相關的補償 包括相關的津貼 都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在SARS期間呢 這個相關的審核報告 我們發現審計部也特別提到 關於醫療照護津貼的規定 沒有明確 等等的相關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也希望衛福部呢 能夠不要再重蹈覆測 能夠趕快把這些缺失 能夠做改善跟整理 那另外我也想再請問一下 現在酒精到底算不算是防疫物資 已經在準備公告了 算不算 準備公告 目前算不算 應該禮拜天做公告 所以公告前還不算防疫物資嗎 一定要公告 所以要公告才算嗎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把酒精列入去防疫物資 現在列入 在禮拜天公告之後才列入嗎 上週已經公告了 所以在酒精的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有沒有分配給第一線的人員 來做使用優先的分配 公告的意思就是它是防疫物資 我們就會進行相關的問題 所以要公告之後才會嗎 所以在這個時效上面 認為太過緩慢了 另外關於防疫車隊跟防疫旅館 是一個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要件 也就是說我們在防疫的漏洞 跟破口上 這個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昨天我接到來自桃園機場 排班機程車的投訴 他說呢這個關於這個防疫機程車 是不是有外包的情況之下 交通部呢有點在隱瞞真相 因為關於外包這件事情呢 交通部第一時間的說法是說 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情形 可是實際上呢這些防疫機程車的車隊 他們非常的清楚 因為車輛調度的問題跟不夠呢 所以呢其實很多的防疫車隊呢 這些Line的群組都是臨時調派的 而這些人都沒有受到相關的防疫訓練 甚至呢也沒有相關的防疫物資 也沒有確實的造冊 而這些人卻不用居家的隔離 然後呢只為了這些 防疫的調度呢可能就會產生了很多的破口 那另外防疫旅館到現在我們也發現喔 並沒有一個指揮的單位 未來所有路徑的人都可能要去入住防疫旅館 可是現在防疫旅館的配套到底在哪裡 好像也沒有一個主折的單位 交由各縣市政府自己負責 其實也不正確喔 所以我們也希望呢我們的這個疫情指揮中心喔 在相關的防疫機程車跟防疫旅館 未來可能造成破口跟這個問題 能夠做嚴密的把關 因為我們機程人員也很擔心啊 我們上面做的這麼努力超前部署 可是各部會如果沒有跟上這個腳步 產生了漏洞產生了窗口 其實就可能掛一漏萬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請疫情指揮中心要特別的重視這兩個問題 能夠趕快把這個列入一個這個 未來監督跟考核的一個項目 在我們的防疫的當下喔 絕對不能產生漏洞跟破口 可以嗎 謝謝委員的指教 好 謝謝 我們謝謝高委員的行長 謝謝二部市長 好 我們接下來請 約一蘭委員 執行 約委員 請 主席好 我想請次長 好 次長請 委員好 次長好 好 您辛苦了 還有我們很多這個同仁都很辛苦 上個星期我看到這個部長去 新北市去看他們的防疫演習 我想請教次長 您覺得新北市做得好不好 我認為做得好 因為我也在現場看 我站在部長的右邊 是 好 次長其實我還想告訴各位 在新北市還有一點做得很好的 大家都知道我來自警界 那警銷我一向都說他們 我形容他們是高壓過勞 其實醫護人員一樣的 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常常聽到醫療機關 常常會有一些 遭受一些暴力的威脅 在新北市 他們在106年 就啟動一個跨機關的衛生局 警察局跟地檢所 來一起來做一個反應的機制 那麼在後來在107年 他們又再精進了 就是設計了這種線上 對不起 回到上一頁 謝謝 線上即時通報系統 簡化醫療機關通報程序 還有警方可以加強巡邏 然後甚至於必要的時候 也會啟動快打機制下一頁 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 到底在我們過去衛福部 有沒有針對醫療院所 所受到的醫療暴力的實際情 進行全面的調查跟了解呢 這個部分我們持續有在做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請各縣市 跟警政單位要充分的合作 所以有時候在急診室的一些 這個監控攝影機位置好不好 還要希望他們一起去做全盤的規劃處理 同時建立彼此一個聯絡管道 是 所以次長認為 現在實際的狀況嚴不嚴重 自從我們修過法以後 大概民眾也知道要尊重 同時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取的行為 會觸犯法律 所以但是從104年開始到現在 我們有一年的忽然間通報率增加 那接下來就開始有點下降了 對 我看到你們提供的數據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到108年 到107年還是有405件 那所以我們可以了解說 醫療法在修法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有效的改善 醫療暴力的威脅 這個次長應該也同意這樣 如果說這個暴力是起自於這個整個情況 還有當時的一些氛圍 有時候是喝酒 然後是各方面都有 但是我剛剛特別提107年是上到頂的 但是從去年跟前年比 確實它是有開始往下掉 當然你要說完全趨近於零 恐怕也很難 很困難 但是我們修法兩年後 在司法的處理的話 大概有比例有提升 所以也許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去把這個訊息放出去 會受到一些嚇阻的效果 是 次長 其實因為在上個星期五 這個 南港有個藥師 他受到威脅之後 他下跪道歉這件事情 其實是 我們對他的真相都怎麼樣 是不清楚的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疫情中間 不只是醫療同盟非常辛苦 在健保藥局的藥師 也都非常辛苦 當然我們非常謝謝他們 對 那我看到心口師的盛市長也在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們自己醫療體系的 這醫事人員跟藥師們 我們對於他們的心理的支持 心理諮商 我覺得也必須要啟動 因為我看到當天的新聞畫面 我個人是懷疑我們的這個藥師本身 大概已經平臨 非常非常緊張這樣的狀況 所以 我也要 剛剛我跟各位 分享的就是 新北市在整個跨機構的一個合作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雖然醫療暴力也修法了 可是還是層出不窮 那 或許就是因為我們 醫生一直都是救人的事業 這個部分 或許真的是要拜託 能夠把新北市的這套做法 我會建議 我誠懇地建議 我們衛福部 能夠去跟內政部警政署協調 能夠推廣到全國去 然後讓我們的醫療機構 我們的醫護人員 以及這個藥師 都能夠受到最好的保護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在未來的檢討會 會把新北市的經驗來做一個分享 也希望跟警政大會更多的合作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 葉委員 也謝謝 葉福部 維福部 的 次長 各位官員 接下來我們請 何志偉委員 請答 何委員 請 左邊的 左邊 好 這個是OK 謝謝 好 謝謝主席主席也辛苦了 麻煩一下我們請那個司徒副院長 謝謝 副院長 請 請 請 委員好 辛苦了 首先我想要跟衛福部的每一位跟你們說聲謝謝 我們代表基層診所還有中西醫的診所 他們很表達感謝 因為目前物資非常非常的到位 這個是一定要替他們表達一個感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對於新冠肺炎 其實大家心裡面的緊張程度越來越升高 那我想在這一陣子我看到我們針對瑞德西偉 我們已經完成功課級的合成了 那但是我在這邊有幾個部分想要救教 就是說 呃 台灣目前這些案例 已經 呃治療出院的病例 有多少 有幾例是 依靠支持療法而康復的 這可不可以請 呃 相關同仁是否可以回應一下 呃報告委員 我們總共有幾個已經讓他出院了 康復出院 總統 二十多位 那現在其實都是靠 就是靠這個醫院裡面的支持療法 百分之百都是支持療法 對對對 就是像大陸他們傳出的一些抗病毒藥 事實上在我們這邊都還沒有用這種 實驗性的方式來提供過 嗯 那為什麼沒有使用到 我們的 這個 韋德西偉呢 目前是 呃 要不要使用都會有這個 像張上淳教授的 這些臨床專家 經過討論之後 來評估 病人的這個 嚴重程度 跟適不適合使用 那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都會去 來申請來做使用 那目前還沒有復活到 因為我們從那個 新一格蘭的這個 醫學雜誌上面在看嘛 我們萃取出幾個重要的要點 就是說 投藥時機 很難拿捏 那 呃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我們已經合成出來 那是否 目前有討論到 什麼時候 才是所謂的投藥時間呢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請 副院長還是 要回應一下 我們既然把它合成出來了 那到底 此時此刻 呃 什麼時機點 會使用到 因為我們看到 百分之百是 依靠 呃 支持療法 所以想要 就此就教一下 是 先委員報告 就是說 合成出來的這個是屬於 比較是化學成分的東西 對 它要能夠變成是藥物 然後提供給臨床病人這邊 還需要一些這個 呃 審核跟那個 呃 能夠確認它臨床的效果 那現在我們所提的一些 呃 實驗性可以用來提供給病人的 抗病毒藥物的話 有分兩類 一類比如說是抗艾滋病毒的藥物 這種平常 艾滋病患就有在服用的藥物的話 他有臨床上已經使用過的經驗 所以這是有可能可以在一些條件下來提供病人使用 只是我們經過國內專家的討論 認為這類抗病毒藥物 這類抗艾滋藥物的這個臨床使用 局限於中國大陸這邊少數的這種報告 也沒有很明確的這個證據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提供過 只是我們國內確實有存有這樣的 呃 這個藥物可以來提供 有需要就可以拿出來 只有專家同意的話 另外一類就是屬於說 連這個臨床試驗或臨床使用 都還在起步或是評估階段的話 那專家們的意見就更加的保守 會認為說可能要在中重度以上 而且可能本身慢性疾病都比較沒有 比較不用擔心說藥物可能還不了解的一些 副作用帶來病人的負擔的情侶之下 然後經過專家討論再來提供使用 那這一部分的這個藥物的話 那如果要申請會是跟這個 已經有這個藥廠實際生產出來的這個 藥物來用那個 還不會去動用到我們國衛院或中研院 這個好課級或是功課級的這個部分 原料藥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副院長 那我們對外宣示 我們有這個新藥已經可以合成的意義 以及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說既然已經可以做了 那什麼時候要用 還有多少個案例有可能會用得到 因為感覺起來的確在於這個合成做到了 那但是實際上的使用 什麼時候要投藥 什麼是它的時機 那以及它的試用群體為何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就教說明 好 我想非常謝謝委員 那瑞德西韋這個藥 一開始的設計跟研發 是為了抗伊波拉病毒 對 所以事實上它也還在做第三期的臨床測試 那目前我們知道的是 台大的張教授 張上淳張教授 會在北中南不同的醫學中心 來啟動這樣子的一個臨床的測試 那我原您秀出來的這一張 在新英格蘭期刊的這一張 那因為它只有一個case 所以它相對來講 需要更多的臨床資訊 來back up這個藥物 將來怎麼樣的使用的實際 在這邊我就幾點要求以及建議好不好 我認為應該針對我們的醫事人員 要迅速的做一個橫向垂向的一個衛教溝通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成果分享 對國內第一線應該要快速去啟動它 那另外我想台灣在有這些案例 而且我們比美國還要 美國那個案例其實已經相對晚了 我們比他們更早有接觸到 所以我期待在於整個國際社會上面 我們bypass那個世衛組織 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的相對實力也展現出去 那同步對內的話 這些衛教特別是第一線的醫事人員 的這個知識及教育的更新 這個麻煩請坐大位 那相關請加油 謝謝辛苦 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國每個州 謝謝國會員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vlogs 今天要執行人非常多 郭文 Notice 國番有很多 所以我們在時間上 一開始就有稍微 拜託大家能夠控制 非常感謝大家 都能夠很快的來刑達 好 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请 主席有请次长 次长请 委员好 次长好 这个俄文枪现在市面上买得到吗 确实是我们已经管控了 管控了嘛 所以这个文化健康站在今年度 因为卫福部的一个支持协助 继续的支持协助 所以在今年核定了100个新设的文化健康站 那原来已经有的300多个文化健康站 基本上量体温那些都没有问题 原来就有这些设备 那现在就是新开办 因为这个应该是上个礼拜开始 这个礼拜 这礼拜一开始 陆陆细细新开站 那现在就是反映这个 急需这个俄文枪 所以本集也特别行文 给这个中央疫情中心 这个是不是次长这边能够尽快的来协调 来协助 好我们会协助 另外一方面可能透过经济部 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去购置 就像教育部当时也是由经济部去协助 那如果我们会跟这些做一个联系 看委员是不是方便把这些健康站的 那个联络的方式给我 就是延民会 现在就是延民会他都知道 好 那就是可以在哪边的话 那延民会他会处理 好 现在就是希望 要你们 我们知道提供说确定可以买得到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好 就麻烦这个卫福部这边 那个也请你们再跟那个延民会 是不是可以主动跟延民会来协调 好 谢谢 好 我们看这个纾困的议算 这个相关的部会 都有编列很多的议算的经费 这个卫生福利部 也编列了169亿多 这个 然后这个交通部 167亿 这个经济部 204亿 文化部 也 主要为了这个议文的部分 也编了8亿 各有相关的这个需求 那从这个卫生福利部里面 当然这个 你们很多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都 都 都以支持也都通过了 那现在其中之一 这个就是跟社会福利有关的部门的部分 这边的比较少 这个只有7800万 7800万 这个经费很少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 在整个卫生福利部的议算的编列的分配 我们也不宜 不宜再讨论了 现在就是说怎么样去协助 在社会福利这个部门的 比如说 额少的机构 老人的机构 尤其是民间的 民间的额少的机构 这个老人的机构 这些机构啊 因为它 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它所受到的 这些支持啊 比如说 这个赞助 慈善单位的 或是企业的赞助 也都减少了 也都减少了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说 他们现在 毕竟这些 也都是群聚嘛 无论是老人啊 或者是这个额少机构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 卫福部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 什么样的一个协助 跟委员报告 这个 我们从二月 苏利从次长 就已经召开 所有相关的同仁 针对刚刚讲 不管是 这个长照中心 或者是安养之家 他们所在 或者额少机构 所有需要的防疫的准备 还有指引 还有包括一些应变的规划 甚至到最近 要开始规划去演习 都已经处理了 所以他们相关的 这些防疫的 这些 口罩也已经给他们了 都算在我们的 所谓医疗机构里头 都免费提供给他们 对对对 都有进行 对对对对 好这个很好 这个因为 可能有的还没有到 到比较 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我花联台东 如果有这个讯息 再麻烦我们给我们 我们再来联络看看 好这个确实是 因为 我本来就担心说 因为那个 为社会福利 这方面的 刚才讲 只有七千八百的话 因为那个 我看预算这个编列 是针对个人的 结案的个人的 我们对 我们原来的预算 其实就有编了一些费用 那怕在疫情期间 还不够 是在夹编七千八百万 所以你们有去做 原来就有这个公务预算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我们谢谢 郑委员的寻答 我们接下来 请林书任委员寻答 林委员请 左边呢 左边那个 对对对 对对 这个有消毒 有消毒 有消毒 那我来用这个 谢谢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我想 好 如果我叫书长就好了 这个 李伯昌署长 署长请 署长 行政团队 就是有这种自走炮 那我不好意思 是说这个疫情它整个发展 这个情势非常的险峻的状况里面 然后你们还要趁机推出争议很大的政策 大家在整个防疫过程发现很多 跟防疫无关的而且重大争议的 大家就纷纷的抛出来测风向 这都是你自己自走炮 还是说上面已经叫你规划这么做 你的啊 对啦我想事实上是因为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自走炮好了啦 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生气 是因为书院长日前已经承诺不调涨健保保费 可是我要讲这个是因为 我拿一个2015年哦 12月30号 的行政院的新闻稿来给你们看 没多久以前 四年多钱而已 行政院的新闻稿讲到说 我们2013年开始实施二代健保 所以财务的安全准备总额高达 各位钱开门说 补充保费叫这些存款鼓励的资金所得的 加一些钱后补充保费 达达达达达到 一年以上可以减有2222亿 222亿 我讲的数字都是行政院的新闻稿 你们都可以去调哦 安全准备有2000多亿 折合这个约4.96个月的保险给付 所以在那种状况里面 2015年的12月30号说 从2016年开始要怎么样 那个时候要怎么样 你不知道 调降保费啊 2016年有没有调降保费 有没有 你不知道 没人我在问你啊 你为什么我继续 你来这里是要打选的呢 其实这个保费的一个点 2016年有没有调降保费 有没有 调成4.69% 4.91调成4.9% 是不是调降 对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当时他们认为 就是那个保费 就是我们安全准备基金够了 所以变成说 钱很多啦 开门完对不对 安全准备有足足有余嘛 2016年开始 要调降保费 各位 2016年到现在多少啊 2016年到现在多少时间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财务短处 收支短处 我只剩下138亿 到了2022年 会累计亏损1047亿 现在是在跟我们说 你是跟我们赠孝 虽然调降保费 建户是前朝 是前一个执政的政党 但建户对人民来说是连续的啊 你们做事情 是不是不负责任的 四年已经说钱很多 可以花很久的 来调降保费 四年啊 你们跟我们说 已经不够贏了 但是不够贏 不敢调整保费 现在不涨保费 涨部分负担 啊部分负担 你所值的理由 你也很好说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啊 有的人滥用医疗资源啊 对吧 就诊人次增加啦 保费支出啊 没有量入为出啦 检验费比药费还要费啦 我现在要问你几件事啊 你们新增加的 这些药的支出 因为基金追嘛 所以大方就都纳入健保给付 这有没有健保会审议的机制 有没有 有没有健保会审议还通过 有没有 每一个要每一个费用的时候都经过 好 那显然是必要的嘛 对不对 对啊 可以这样讲 啊你都合定的 你现在跟我们说浪费 都你心扎过的东西 你也做过材负担公的 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些新料给付 很多浪费 你这个在说什么话 你们心扎过 你们健保会的东西 你现在说是人民浪费 现在我问你 检验费 历年来占比进市城 CTMRI 一年开挂百亿 我问你 这个比人说 我都说医生 我要做 医生就他做 但是爱医生的检查 他这样的话都要做 你为什么说他是医疗浪费 那是医生的 呃 开立的检查处置有问题 是这样子吗 你指引的是医生 还是指引的是病人 你回答我 对啦 我想这个开认的检验检查 我们都尊重医疗专业啦 这样 不然你都要说浪费 支出太高 不应该做 不要做 这我都同意 因为医疗资源 他提供的基础点在什么 有必要的医疗 治疗的必要性 这同意嘛对吧 对 现在都开出来 你说用太多 你的意思是医生还是病人 有问题啊 我问你 对啦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难讲 很难讲 这个本来就在医疗体系里面 你叫人使用者付费 就不浪费吗 如果有一个说不需要医生 你又要用 我可以使用者负担 我可以付的 我来付 用越多 这样有钱 用越多 缴越多 然后就不会浪费吗 就不会浪费 你这个使用者付费 是什么状况 我听不懂 使用者付费 买不起的呢 买不起的就不要付费 不要用 这还是我们的社会保险吗 你一直说 多缴一点民众才有感 多缴一点民众才有感 这是什么意思 对啦 其实我想委员 你可能就说对整个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看法可能要沟通一下 因为毕竟 这个每一个检验检查 在我们都尊重医疗专业的使用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做到一点 就是说 譬如在28天内 你假如说一些 我现在都问你啦 那别人跟我都自我诊断 自我开立检查处置 别人都没办法 都尊照医生的 医生说的 医生的专业 你还不用专重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耶 我从长期来讲 但有一些是公务预算 有一些是 这个健保费 从这两个领域 你看看 有时候有钱给那种 疫苗 有没有长期有效 不知道 一年开 十几月 二十几月都开啊 但你现在说 哎 要救命 要減载 你说这种要自费 有钱 你有一个自费才来用 没有钱你就不要用 这个像话吗 这个像话吗 对话的一个落差 基本上对于 整个你刚刚提到 就是社会保险的一个概念的话 我们对于一些弱势 我们一定会保障的 那只是说 你不要说 我算不知 你会说重大伤病啦 弱势啦 我们一定会保障 但是更多的是 在中间那一环耶 你就是没有低收入 或没有弱势的人 他就负担得起 他就生活得很 很宽裕吗 那现在意思是怎样 不要让人家 逼人家掉到贫穷线以下 然后再接受你这个 我有保障 那没有掉到贫穷线以下 人就没有保障吗 我现在说给你听 你看2015年12月30号 行政院新闻稿 它下面还有一段 他说他2016年调降保费率以后呢 他们希望使保险财务缺口 要适当的控制 所以全民健保财务平衡案 收支联动机制要启动 结果你们启动之后呢 经过四年给我们说钱开了 没够开了 你不敢涨保费 2015年年底的这个新闻稿 他讲 他们预计 当时 四年多以前的行政院就预估 108年将达到费率调涨的标准 在当时调降保费的同时 有预估到2019年 费率要调升到5.71 补充保费要调升到2.33 预估每个人 每个月要增加多少钱 雇主的负担 全年要增加334亿 其实是要这样 那时候四五年前就看得到 今天要调降保费 但是调降保费调的不是纳保人 调的是老家 因为雇主要负担的比例 雇主要负担六成嘛 对不对 雇主一预估要总共 所有雇主加起来334亿 这公总商总 大家就调起来 但是呢 巧妇要难为五米之吹 不敢调降保费 只好调降部分负担 然后言必称使用者付费 使用者付费 这个东西 你自己要想想看 这个到极致是什么状况 到状况 然后那个增加部分负担 这样子就不会浪费了吗 这样子如果排挤其他的人的使用 这个门槛 这样子这真的是多缴一点才有感吗 这样子是公平的吗 时间的问题到 时间到 所以人家这么多问 你好 再去想一下 不要趁火打劫 对于这个防疫的时候 你敢说拋出这个议题 这么大的争议 结果全民都还没来得及讨论 你就拋出来 吓死人了 好 谢谢林委员 辛苦了 那个吴司长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郭国文委员寻答 郭委员请 来 左边 左边 这个民主会没有那么多 吴地北京三 好 主席 没关系 那个有请何市长 来 市长 来 请 委员好 市长你好 跟你很有缘 总咨询问到你 然后委员会运到你 都问不到部长 那个部长有说 说那个留学的 尽量不要回来 那我是觉得这一波 不管是前天的六个 昨天的八位 然后前天大前天 六位 八位 十位 这都是属于观光嘛 对不对 是这样 其实也有是学生 像西班牙就学的就有两位 有两位嘛 那后面听说还有一波 是留学生要回来 因为现在国外学校都停课 部长有在讲 讲说其实也不一定要回来 回来的时候反而有风险 我不知道他有讲过 他有讲过这样的话 有时候会计算 密封事也有危险 他也是这样说 可是你现在 你去算一算 在国外留学 你知道多少人吗 我 你有没有朋友在那儿 穿着五十 他怕他是谁 你还给我打扯吗 我从那儿就在那儿 你哪里 纽约 纽约 你有寄口罩给他吗 不能寄 我也不能为了 然后留在那边不能寄嘛 纽约现在第三级 但是我请加拿大朋友寄给他 对啊 所以我现在为你女儿讲话一下好了 市长 我不只是接到 类似在海外留学生 海外工作的人 都纷纷求援 部长说 最好留在原地不要回来 部长这样讲不是没有错 因为回来的时候 搞不好造成 整个防疫的能量负担更大 所以应该留在那边 或许会比较安全 可以留在那边的情况底下 连口罩都没有 家里也不能寄 结果呢只有通过什么 所谓的布口罩 布口罩 里面有防疫的功能吗 有没有融合不支部啊 有的有的没有 但是手工的比较慢嘛 寄的非常有限嘛 那那个市长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看得到 上面是有管制的啦 下面有的是没有管制的啦 那个CDC什么时候要开会啊 开会 你们有没有每天开会啊 有啊 疫情指挥中心都几点啊 我们今天晚上六点就要开 晚上都开会啦 能不能麻烦啊 市长 不要说你们女儿子来说 说委员咨询你的啦 海外的留学生 工作者 现在在外面都没有口罩 倘若他如果没有离开台湾的话 市长 口罩实名自从2月6号开始 他可以领到几片了 哇一个礼拜三片 那看 有领到不少片了嘛 不是吗 应该有二十几片有了 对 如果说能不能把他这段时间 他失去了权力 这二十几片 只要家长可以举证 市长你可以举证 我女儿在纽约念书 这二十几片 我能否家长带领 然后寄过去给他 可不可以 呃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有讨论过 是这样家属 二等亲以内的 可不可以考虑用 开放给他寄啊 但是 相关的部份意见 很多啊 所以我们还在会诊 那今天晚上 到底什么意见啊 赤溜 诶 那个人命关天 人心惶惶 你不担心吗 我看你表情是有担心的啊 你不担心吗 所以 我们今天晚上六点 就会把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真的要重新讨论一下 他如果今天假设留在台湾 当然以前口罩在说 不能出口的时候的前提是什么 自救在救人嘛 那我问你啊 留学在外 涉及台湾 工作在外 是自己人还是别人 也是自己人 也是自己人 那既然是自己人 符合自救在救他人 那为什么不能寄 我们晚上八点 六点还会再 而且现在的口罩 跟当初这所谓自救 在救人的产量 有没有不一样 三倍了 三倍了 后面还会再增加 我问过经济部长 后面还给三百万出来 最后会到一千三百万 对 你就是应该这样子感受到台湾 家人也好 政府也好 对他的温暖嘛 因为自救的方位 不应该局限在国内岛内而已嘛 只要涉及在台湾 即便是海外的 你应该照顾他 是不是 市长 是 所以说麻烦你 把这个意见 拿去CDC的指挥中心的会议 好好讨论一下 另外 现在 跑回来的都要居家隔离 简直是逃难草一样 挡了一大堆 现在有居家隔离者 还有照顾者 我不晓得你家庭的这个位教做得怎么样 有的是共用卫士 共用餐桌 这是单一的居家隔离者 有的是负数的居家隔离 我就知道有一个家庭 他去中国大陆 回来都要居家隔离 三个回来 三个都吃在一起 睡在一起 这样子的居家隔离 算不算隔离 万一原来只有一个重 后来又变两个 或变三个重 市长 这个位教能不能稍微宣传一下 我们来处理 这个后面的整个 这个居家隔离的形态 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能是单数 也有可能是负数 全部都没办法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原来可能在海外没事的 结果回来居家隔离 反而有事 市长 麻烦这些新的一个形态 都面对一下 处理一下 好 谢谢 好谢谢 非常谢谢郭委员 寻导 谢谢欧伍部 市长 接下来我们请 洪孟坎委员 洪孟坎委员不会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吴毅请委员寻导 我也请 左边的 左边的比较 消毒过的 好 谢谢 我不让 赤长休息 让他休息一下 我找 那个 社家署 因为 谈的比较多是机构 防疫的议题 赤长休息一下 太辛苦了 好 来 姐署长 是 委员好 我知道最近 卫福部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 我就简单讲 几个比较 社福团体 比较关注的议题 就是最近 其实 指挥中心 这边也发布了 非常多的 包括居家式的 社区式跟机构式的 这个 住宿机构的一个 这个管理 还有这个 要点 就是怎么样去做防疫的工作 那我看起来是蛮紧密的 从二月三月都不断的 发布新的一个 这个讯息 但是 有机构端跟我们反应 因为你们有要求说要 护目镜或隔一 如果当有确诊的案例的时候 需要这些设备 但是他买不到 那这部分我们有 有相关的一个协助吗 因为这不是随便他可以去买的 先跟委员报告 因为他是要分 不同的情况 才会有这样的配备 所以他有需要配的吗 他有不同的 不同的情况才会有 有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 然后有不同的情况之下 譬如说他要抽谈 或者是要做 比较申部的那个处理 他有一个表 是 如果他没有的时候 如果他有这样的抽谈 需要的时候 他没有这些设备 因为这些设备不是随便可以买的吗 对不对 现在都是你们管制的 我想我们会跟 呃那个 可以跟谁申请 指揮中心这边如果有需求 对 所以可以跟谁申请 因为他是要整体去做配备 所以我在说窗口在哪里 比如说地方的卫生局吗 还是要我们 我们罗父来说明一下 能够清楚的告诉我们窗口在哪里 让我们可以 呃需要的话是可以申请 是 以 隔离一来说 我们上周刚到货70万件 这算是我们最最 呃就是即使语的一批啦 那目前也正在跟各县市 呃请他们定这个呃就是 需求的原则 那我想他们会把机构的这边的一个 像是战备的需求一起列进来 我们就会中央来拨用 所以是跟谁申请 是卫生局 各地方的卫生局吗 对跟卫生局 窗口清楚啦 因为我觉得 这部分不是我要去买就买得到的 所以需要你们理清 跟我们清楚的窗口 那再来就是有关 呃这个有关 如果万一有确诊的案例的时候 那我们呃在相关的这个 有要求说机构单人房不足的时候 或是没有实体的一个 庇护区分的时候 就是你要求 呃机构在 如果有确诊的个案的时候 需要隔离嘛 那我现在有几个 像小朋友 小朋友他们可能都 一房 哦就有四个人哦 如果里面有一个小朋友确诊 那其他三个小朋友 是不是要 读单独的隔离 一个人一间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地方 这个我们的民间团体 困难就在 他要去哪里找出 一个人一间的房间 好像地方政府要协调嘛 对 所以是要地方政府来协助是不是 因为这个部分又涉及到 他们要去租房子 因为我们有要求就是 地方政府要先去盘 我们哪里有空床 是 然后 所以如果这个需求的时候 就集中 有点集中解忆的概念 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去处理 好 这个部分就是 也给团体有这样 或机构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这样子 说是对的 那老人的部分呢 也一样吗 老人也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就是用 住宿型因应严重肺炎的 这个应变整备作战计划 那老人机构里面 还有人力的问题 人力备 备缘的部分 你们会 机构会怎么样来做 这个人力的备缘 基本上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 在没有确定病例的时候 有一套的做法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 确诊的时候 我们有方案一方案二 方案三方案四 等等不同的一些提醒 那意思是说这些 都人力备缘是机构自己 都要去找好人 当然机构自己本身 也要先做好他自己 机构人力的备缘计划 是 那如果还有一些状态 那就会有地方政府 会协助调派外部的人力 来做支援 所以地方政府也是要有 相关的这个 对 要有一些相应 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 小型机构 因为他人力其实 可能是很紧的 是 如果 如果 有确诊的个案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是 地方政府也会要 需要动起来 那他 他有步骤的 是 那 因为我们在纾困的部分 好像对于社府的这一块 有放进去 有新增了一些 因为防疫关系而 比如刚刚隔离啦 或是说人力的 调配啦 这些有放进去 到那个相关的规定是 到停业的 停业的时候才有相关的补助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那个跟一般的 医疗机构是一样的 一样的规定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机构们都在提的就是 部长有对 医疗机构跟护理之家 都有 评鉴都今年都暂缓嘛 老人机构跟身影障碍机构 今年也都停了嘛 好 就是大家都要做防疫工作 实在是没有心力 再去处理这个 是 这个评鉴的事情 我们都延到明年 延到明年 好 就做这样的确认 那另外一个是 对于 各类的一个专业人员 都在卫护部底下的 专业人员 像 护理人员 这个 执行 执照的一个展研 他们也都公告 延六个月 因为这个防疫期间嘛 对 很多课根本没开 那所以大家都 都在延期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 像照护员 社工员 这个展研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一起比照 因为这六个月 可能没有课可上 照护员没有 有20个小时的课程 训练 训练课程 他们也是要上课啊 好像可以改一些是 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 对不对 好 那线上课程 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各个单位 会在申请这个课程 因为现在都没办法办 所以变成 没办法 开课的情况下 那就改用视讯的方式 好 或是 就是线上课程 好 那这样就有个问题了 他们在后面 核销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 原来这是 场地嘛 好 我就用场地来核销 可是现在我就是没有场地了 我就用视讯 或是线上 那我们可不可以改成 其他的设备的注件 这个是核销的项目 可以吗 你们回去研议一下好不好 可以再研究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大家愿意这样做 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 我们来研究一下 对 大家课都不敢开 我们跟财主单位要研究一下 对啦 这个是财主单位要核销 同意才可以 那这部分我想请你们也研议一下 好 我们去跟财主单位再研究一下 另外一件是 老夫法什么时候送出来 因为上届没有处理完 然后你们就停顿了 呃 现在是在院 要提院会嘛 还没送院会 还没送院会 什么时候送进去 我们已经请院里面要 要不要列为优先法案 好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 业务报告里面 没有提到老夫法修法的进度 对 因为现在就本来上个会期要要送 然后就因为后来有戒期不续审 所以现在就要从头再来一下 加快脚步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谢谢委员 谢谢我们委员部 接下来我们请林立华委员寻达 林立华委员寻达 林立华委员请 这边提到这边 这边得到 哦 这边得到 哦 这是会收购 对 好 谢谢我们招委 再来我们请何 何次长 次长好听 次长 喂啊好 昨天呢我有跟就是我们一些老师们 有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因为说实在我们本来以为说疫情啊 是希望到四月大概就可以比较舒缓 但是现在看起来全球大流行状况哦 超前部署可能真的起码起码要到五月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四五月开始就是我们很多大的考试 开始启动的时间 所以我昨天起有开一个记者会就在四月跟五月就会有出现三个比较大规模的考试 您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我昨天跟全宗教一起开的这个新闻 呃 包括委员我都在指挥中心 所以你们 对啊 所以代表你看这个大家还是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哦 所以想今天一定要来问一下 都是重要只是我刚好个人没有关注 OK 里面有分三个 一个很快 好 四月十二号就是劳动部所主办的秉级的考试 那因为他会牵涉到呃 升大学学生他在加分推真的加分 好 所以四月十二号会有三万人 那五月二号三号跟五月十六十七就是教育部所主负责的哦 包括了统策 这也是季职的升大学的统策 另外一个是升国中升高中的国中会考 好 那从第一个是三万人好这算里面规模是最小的 但也多达三万人 再来统策就有十二万人 国中会考就二十一万人 所以总共牵涉到三十六万名的考生 好 那里面就牵润呃 劳动部昨天为什么特别会提 因为劳动部本身他在所谓的检定但他的定期在办 但对高职的是一名一度 所以他不太确定考试的方式 就他竟然就是说呢 发烧 如果我今天现场量 就是发烧 疑似啦齁 他就是退费 可能就退费 然后另外要么就是延期考 可是延期考 后来有达到一个结论说 对于 起码第一个部分对于劳动部的 若是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这些呢 我们就尽量在四月底之前 再帮他找个时间补考 所以这个算是有一个答案喔 那他们说往这方言意啦 但是再来部分我就要问了喔 请问一下到底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部分要怎么考试 再来 如果现场量出来是耳温超过37.5 耳温超过38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是备用考场嘛 那像以上个礼拜 其实升高中的科学班特色招生 他人数比较少 带几百人 他的防疫措施其实说 如果有疑似发烧状况 就是到备用考场去考试 就是隔离 算隔离考场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说 隔离考场既然科学班可以做 代表它应该是一个可做的方式 所以这个部分呢 因为真的蛮攸关很多学生的权益 所以家长现在都很焦虑这一点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次长说明一下 你们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初步的想法 因为教育部有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跟指挥中心 确定他们才敢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跟委员说明 教育部林次长都有参加指挥中心的会议 那基本上教育部的态度是说 如果这些大型 包括体育赛事 是牵涉到学生的考试算分数的 他都会要持续举办 那但是在举办的前提的过程当中 会规划说这些防疫的一些好样 对 光要闭门嘛 闭门比赛 对 所以刚刚包委您提的这个备用考场 或者是间隔隔开的 那个都有 都有在准备 那至于是说 这个比较大型 那个运动赛事 那个人都不多 而且我们连这些考试该给的口罩 我们指挥官 指挥体系也愿意提供给他们口罩 确定 因为我们本来也希望说 在这些考试是不是考生 监考人员 所有的人员都配口罩 因为老师当然也担心说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防作弊 好 对 所以会发给 所以教育部会在整个整体了解之后 需求量多少 会跟指挥中心这边联系 我们尽全力 我要拜托 劳动部的不在教育部 但是勤也不在里面 都一样 那刚刚讲过说 对于到底刚刚讲的 如果是对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 这部要怎么考试 你们有考虑过的吗 也有考虑过 是不是说 在特殊这种情况之下 就类似从机场要回到家的交通 各方面给他做特别的一个隔开 然后达到防疫的一些规范就好了 所以也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他的权益是要考试 如果没有办法 从别的替代方式 或补考或延期的 我想我们还是会尽量在 就顾虑到考生的权益 那至于您刚刚说的那个现场发烧 或者那个就是用备用考场去处理 对 那就备用考场去处理 应该是很单纯 那另外其他部分就是你们会再讨论 看来就是说可能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就有关居家检疫需要隔离 应该是这个方向大概是底定了 但是至于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 有多少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们还要了解 那这部分就是要 当然我们这都要超前部署 希望不要用到 我之后再很简单的问一下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关航空的空服人员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我们目前来讲 这个部分他们到底需不需要 做居家检疫 这个交通部有特别考量也讨论过 那因为他们如果排班 刚好14天 那的人手也不够 对 这影响其实很大 那现在航空业到底 他的间隔时间会不会足够了 我们还要看看他实际的收入 对 因为其实这次航空业是很惨的 他们已经提出300亿的专 你知道交通部提出300万的 300亿的专业贷款给航空业 所以就是这部分 因为大家有很担心说 你要怎么样不变成防疫的破口 但要顾虑到 他们不可能有14组人 可以这样子来替换 这个有在提出来 所以有在讨论 要不然就有可能麻烦 因为其实我们有些 就相关的工会啊 也在关心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处理 他们相对的像空服人员 在这个部分的阴影 所以麻烦有能够尽速讨论这个方案 让这些工会也能够对 他们的所有相关劳工 能够让他们能够掌握相关的状况 好 谢谢 谢谢 我再补充报告一下 因为后面还有相当多委员要寻找 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我们还是拜托各位委员 一眼九鼎 就是尽量在时间里面完成 拜托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邱春莲委员 新打邱委员请 好 好 主席好 那我们麻烦何市长 市长 请 喂啊 何市长 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是关于防御旅馆的 因为我在3月3号的时候 审查特别预算条例的时候 那时候有咨询那个陈部长 不过今天刚好在忙 你们很辛苦 我都知道 不过那时候陈部长 在我3月3号咨询的时候 曾经赞同地方政府 多设立防御旅馆 提供给需要居家 檢疫却没有 居住地点的外籍旅客 来去使用 但是目前 当时还 包括那时候到现在 其实中央现在目前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出来 统一的SOP 那导致现在 各地方政府的标准不一 如果有低标的防疫的SOP 将来有可能发生旅馆的感染 那请教次长 卫福部现在目前的标准是什么 那何时可以出来 跟委员说明 这个防疫的旅馆 主要是针对居家隔离 或居家结议 它没有固定住所的人 我们会提供嘛 那 那县市政府现在只有六个县市 还没有特别规划 那其他部分已经都有规划 那我们也责成我们六个感染症 防治网的指挥官 从旁跟地方政府合作去了解 那是不是中央应该 制定一个标准 统一的标准 因为其实 这样子的话 其实让地方政府 可以我们就比照 我们集中检疫场所的 规划的状况去 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布 还是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时程 这个 我如果把它讨论出来 很快一个礼拜 应该就可以出来 一个礼拜是不是 那希望说下个礼拜 我们可以收到你们的回复 那如果说 在这个部分 交通卫福部其实 当时的回复是没有说要统一制定 那今天次长有这样回复 但是交通部在3月9号的时候 林部长那时候其实在 有委员咨询的时候却承诺 当时可以一周内 他会了解相关的风险 并建立中央统一的标准 那明显这个卫福部跟交通部之间 其实他 沟通上市有点矛盾了 所以我想请问次长 那交通部长林佳龙在3月9号的时候 承诺一周内要了解相关的风险 然后制定相关的统一的标准 这个部分 不晓得次长这边有没有得到相关的资讯 这部分我没有了解 但是委员刚刚所关心 我说过 我们只要制定这个SOP交由专家 会议去讨论过以后 就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现在交通部那边的话 如果他也制定了相关的SOP 那明显是不是卫福部跟交通部 他没有通掉 那现在其实因为他3月9号上个礼拜 我跟委员上说明好了 任何一个部会 只要跟防疫有关系的事情 都会到指挥中心来跨部会一起共同讨论 那上个礼拜因为林部长有承诺 那这个礼拜其实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3月16号 礼拜一他已经到了 那因为目前我刚刚咨询次长的部分 是你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资讯 那是不是你应该主动去跟他们了解一下 应该这样讲我们指挥中心底下设有9个组 每一个组开什么会 我们彼此之间 不一定说完全知道他在开什么会 但是只要委员关心的事情 如果交通部长有讲 那应该就是有交通部制度会跟我们跨部 所以我想林部长这边他的承诺 其实我们民间大家都高度的重视 那也希望说卫福部这边 掌握这样的资讯 在相关的制定下 一定要跨部会的去协调 不要说在卫福部如果说交通部 到时候公布了相关的办法 交通部一定会问指挥中心相关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有角色 所以这个部分 你刚刚也承诺了一个礼拜内 给我们一个回复 给本席一个回复 所以希望就是说中央 我们还是因为在防疫旅馆的部分 台北市其实已经都有做了 那SOP其实也都定义给 中央部会这边来做参考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中央能够统一标准 让地方政府能够遵循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这个 外国旅客刚刚两个小时以前 也都已经有限缩的路径 那我们现在其实全球的 防疫这个严密的期间 也蛮多的这个我们旅外的 不管是留学生台巧还是台商 也都陆陆续续要回来 那他们其实回来 也不见得都会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他们也会怕到感染到他的 住在台湾的家人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防疫旅馆的需求 他应该会短期间暴增很多 那由于现在欧洲疫情的蔓延 那昨天我们也收到 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旅游警示 已经把这个定书3月19号 有相关的这些国家都升回三级 那在这个昨天的4点半以后的这个 班机回来都要自主检疫 跟自主的这个隔离 那刚刚最新的消息 次长要求非本国及外国旅客 一律居家检疫 你认为现在防疫旅馆的需求 如果突然的提升 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 当然我们很早就希望各县市有设置这个防疫旅馆 或者是场所 那有的县市是利用甚至他自己的医院体系也有 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有这个需求 我们会跟地方一起来讨论 把这个量一定要弄出 对所以我这边简单做个结论 那其实现在目前需求量看起来 短期已经会大增 那台北市政府现在那边 这边能做到的大概是在媒合的部分 那针对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我们希望中央一定要积极的去提供相关的援助跟处理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SOP 还有这个旅馆短期内需求暴增的部分 一定要积极的来协助地方政府来去完成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区委员的寻导 谢谢 谢谢市长 接下来我们请奈湘林委员寻导 奈委员请 好 请 市长 还有我们 護理及健康照护师的蔡司长 市长请 委员好 各位辛苦了 我想我们今天来针对儿外福部 针对防疫的部分做得非常多的一个相关新的政策跟措施 那其中一个我相信也是未来我们可以严肃面对 特别在防疫的这个缺口里面呢 有一个在院内感染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先就这个住院病人友善照护模式 是不是会有可能在这一次防疫的这个重点政策里面呢 启动 启动 重新呢能够检视 而且能够扩大 好 来下一 那也 以03年的SARS为例了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残痛经验里面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在150人的感染发病的比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医护人员跟医护人员的家人 占量是占比较高的这个比例之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陪病的家属 有30人 那在占150人的感染里面呢是有20% 那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陪病文化 造成可能有防疫的这个缺口 那以及上次二月份也发生一个四年移工 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陪病的身份 或者是照护的身份呢 而造成有这个院内感染的问题 那我想我就以这个第34例 我来做一个例子跟市长还有市长也就叫 从一个2月14号这一位50多岁女性 他在这个因为低血糖他才送急诊 他当时并没有确诊 也没有任何被视为是这样的一个确诊个案 从这个2月14号开始 一直到他确诊呢是在2月27号 也就是13天 那这13天当中呢他接触到的第35例 36 37 38等等 都是院内工作者 以护理师还有清洁工为主 可是到了他27之后 他确诊之后呢 重新回过来再看他的接触人数里面 他总接触人数呢是417人 那整个这样子确认下来之后 到28号开始 之后他的家人还有同病床的这个 其他的不同病室的这个病人呢 也被确诊出来成为41 42 45 46 所以一个个案 从他2月14到2月28 我们发现整个回溯之后呢 有8个人是因为这样子而被确诊 那就要回归到 现在我想跟两位探讨的就是 在下一页 在这个109年的2月26号 其实疫情中心就已经要求 在有关陪病的部分 在进入院区的管控里面 已经实施陪病一人探病两人 对吧 那目前这个是不是还继续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还是有更严格的规范 如果各医院他愿意更严格 我们不会去给他做任何的 我们的基本上建议是这样的 是 所以我想从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我们发现 陪病减少 看病采取其他方式 甚至管控进出 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措施 对不对 是 好 那所以才回归到这个106年的时候呢 我们师长可以回答 是不是当时我们有推动一个 就是能够 让这个 陪病的这个状况呢 改为由院方聘雇一定的造福员 进行友善照护模式 也就是共聘制度 是 那目前这个实施状况 如何 目前大概有93间在执行 是 那我想这个要回馈 就是说 为什么93间实施 全责照顾这个机制呢 让很多家属 或者是现在的人 是觉得是应该继续努力再往前推的 一定就是他的收费部分 那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我们找一个这个看护 或者是这个照护人员 一天以本国籍来讲 大概是要到 2,400 那这次的这个 失联移工呢 就是他比较便宜 所以有一些人拿到一些 物用的这个 仲介名片呢 就禁用 除了违法之外呢 费用上其实也减不多 大概就是1,500上下 但是我知道 在你们推动的这个 共聘制度之后呢 一般家属就觉得说 费用上是比这更低 大概是800到1000 那所以我是认为说 如果在106年启动到现在 只有93间 表示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这个制度推行之后呢 它确实在有效控制这个 感染问题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第二个 你们对于这个 直接聘雇的这些 造福员呢 你对他的慰教 对他的这个要求 我认为是更直接 而且可以是落实的 所以才回归说 那这个 部里面对这个制度 共聘制度也好 友善照护制度也好 是不是会扩大办理 对 目前我们 针对之前 推动的经验就是 因为在管理上 医院的管理 会增加很多管理的工作 所以目前我们在推这个 智慧公聘 就是透过资讯系统 来增加这个 效率 是 所以我很期待 建议喔 这个这次从 透过这个疫情控管里面 发现的问题就是 尽量减少院内进出的这个 不相关的人 特别是陪并文化 能够从这个地方 开始调整为 由院方来制定一个 全责照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同时我是认为 卫福部更有 这个权力跟责任 来让更多 我们的造福员喔 因为现在每年训练 大概七八千人 能够真的认同这个职业 也进到这个体制 然后发挥我们认为 他在专业上 跟防疫上面 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 伙伴关系 那我希望赤长也可以 呃 折成师裡面 更进一步来 提出诱因 让院方能够支持这个政策 跟加入可以吗 好 谢谢 好 我想谢谢奈委员 好 谢谢蔡首长 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寻答 孔委员请 我补充一下 因为考虑到大家的膀胱容量 我们在 李贵敏委员寻答以后休息五分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可不可以请何市长 市长 好 何市长你好 那个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闻 就是 呃 美国给我们三十 呃 三万 三十万套 还是三万套 黄富一 然后我们给他们每一 每一周啊 十万片的口罩 是不是有这个这样的事情 外交部 呃 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合作协议 呃 这个这个合作协议 那我们现在口罩 我们国人都用不用不够啊 那我们现在这个跟他们签这样的协议合理吗 呃 这个前提是在我们还有 在扩增产量的前提之下 嗯 才去谈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现在每天可以生产多少口罩 一千零三十五万 一千零三十五万 对 那我们对美国这样 但是我们的口罩不是 即使 即使出去 出口吗 这个是指挥中心跟外交部 在讨论之后说 这个 再去看后续怎么规划怎么做 那现在就是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 原住民都在位在偏乡嘛 那要买口罩也不方便 哦 之前我有建议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的口罩 是不是可以发放给我们的卫生所 或者是用 55家卫生所 对 寻回医疗 我们现在口罩 我们对于原住民的部分 偏眼地区的 我们这口罩 我们现在 卫福部是怎么 怎么个做法 我们目前是有55家卫生所 而且我们调查过 它实际上贩售比如等候的时间啊 然后买的数量 还有真正售出的一个状况 看大部分都还好 如果真的那个卫生所 售的量又多 然后等候时间会很长的 我们会再另外想办法去协助它 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在发放口罩给 怎么样对原住民地区是怎么样 怎么样做 我们还是一样都透过所谓类似 就是要举实名制的一个方式 但是主要是点是设在卫生所那边 点是设在卫生所 对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像我们南投县的人爱乡卫生所 你现在是发多少口罩 知道吗 还是每个卫生所 是按照原来的规范 可是实际上我们是提供给偏乡的 巡回医疗的部分 也有这样的发放 不只是卫生所 有时候他们会到卫生室 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你说到卫生室 就是村卫生室 就是卫生所它本身的一个服务里面 它的服务的范围是包括卫生室 所以让卫生所来做这个调整 好 现在平均这55个箱的卫生所 你们大概发多少口罩 平均 每个箱600 每个卫生所600个口罩 每天吗 跟所有的那个其他的药局是一样的 哦 那是每天是不是 每天 这个对我们 岩湘地区啊 本期是比较希望能够到卫生室啦 卫生室在我们村子里面都有卫生室嘛 卫生所的话 你你仁爱乡卫生所 你从那个催卵 从例行部落 你要到这个仁爱乡卫生所 二十多个部落 这个偏远的 也只有二三十个口罩 西上有蛮多的卫生所 偏向的卫生所 西上的他的口罩 西上有生下来的 好 所以要根据他的人口来做调配 我是建议还有这个文件站啊 那都是原住民的老人都在文件站嘛 那文件站那边也可以发口罩 有 另外 说新设的有一百家 我们正在跟袁明慧说了解他的需求 对 再来协助 我希望干脆就割一部分 口罩就给袁明慧 他们去 由他们去发给他们文件站的口罩就好了 我 怎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我们再来跟袁明慧那边来讨论 好了 现在有在做了 有在做 那另外的话这个 呃 今天你们的业务报告 研助民族健康法 在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号 行政院审查通过 总共有十五条 那我现在送立法要审议了没有 还没有 还在行政院 为什么还没送送过来 那就是有 现在是已经过了快一年多了 这个游院里面去统筹处理 院里面统筹处理 对了 那你这边已经讲了嘛 对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号 审查通过 已经已经送了 对 对 原住民族健康法 那你们又定了两个什么策略方案 行动计划 原乡健康不平等改善策略行动计划 等等 对 对 那那我们接下来 请 李贵民委员寻尹 李贵民委员寻尹 结束我们 休息五分钟 那李委员請 谢谢主席 我们请赐长 赐长 赐长好 赐长辛苦了 我想这个 这个医疗医事员 还有我们卫福部的辛苦 全民都看在眼里 但是我想站在这个民众立场呢 还有些疑虑 可能要拜托赐长帮我们厘清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在今天的外媒的那个报道里面 他就提到了就是 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他提到说 他说这个我们台湾 对于行动装置的监控 其实是有进行的 是不是 对我们从机场出来 就希望他填写 不是对于行动装置 也就是说他的手机上面的定位的等等 我们是有直接处理吗 就是他 有监控吗 就是设置说 比如他离开固定需要的地点 有比如400公尺 那就会发出警讯说 这个是只有对于特定的人 已经确诊的 还是这个监控的标准是在哪里 隔离跟居家检疫的 还有其中检疫的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民众 不是不是不是 对我就是要先确认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是非常时期才会处理这件事 好谢谢 最起码今天您确认了 我们并不是对于所有的民众 我们都做了行动装置 只有对于确诊的 对的为了防疫的需要而去处理的 只有确诊的吗 不是确诊 居家隔离就是你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 或者是你从第一级的疫区 那这些人有被通知说 他的行动是受到行动装置的监控吗 基本上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离长或离干事 有没有直接告诉他说 他从下级或者 我们在这个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通知书上面都会说明 那口头上面比如说入境的人 你有没有告诉他说 他入境之后就会有行动装置的监控 有告诉他还是没有 他每一张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通知书都要签名签收 是 所以他在签收的时候 你给他足够的时间读了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并不是要给那个卫福部麻烦 不是 我只是单纯的讲说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现在其实外国他也是讲说 有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他们会考虑到个人的隐私权 跟国家的这个整个安全的维护 对不对 所以你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时候 并不是不可以做 但是你有一定的流程必须要做 比如说你虽然给他通知书 我刚刚听到次长讲了 但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告诉 这些被监控的人 他有这样的情形 其实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避免说 他随便再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让其他的人 因为这个事情 现在目前来讲 其实是全民重视的一个问题 所以特别拜托次长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国民都有他的一个权利 美国非常讲究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Due Process 也就是说你做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按照那个一定的程序来 他才能够确保民众的权利不会受侵害 他应该要被监控 你就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那甚至我要请教说 对于卫福部采取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主管机关知道这件事情 比如说司法院 比如说法务部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单位 是哪一些单位知道这些事情 跟文说明 我们在指挥中心的会议上 是包括法务部都有 所以法务部的主管 事实上是知道 并不是不知道 那司法院知道吗 司法院我们没有 司法院不知道 好那我们会请教一下 因为相关的法律规定 好像看起来 还没有遵守 我们看到第二页 因为我的时间只剩下一分半 第二个呢 我要请教就是说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讯息 很多委员也放了这个投影片 我觉得从 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 基本上来讲 本席是予以肯定的 因为我们跟先进的国家 有一些合作东西 其实对台湾的整个防疫 还有将来的这个医药的方面来讲 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我只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他的时程呢 现在是有时程 还是说还没有时程出来 我跟委员说明 有关这个快塞疫苗跟药品 从陈副院长 还有包括吴郑中政委 市长可不可以快一点 因为只剩下30秒 都在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要 他的时程 我们可能知道 他大致上 因为Trump Trump他讲说 我跟委员说明 疫苗跟药品不是那么快 大家都要一年到一年半 理解 药品更久 快塞的部分会比较快 市长谢谢 因为Trump他在对外 announce的时候 他说只要是美国国民 随时的快塞的 他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有缺的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说 我们跟美国合作之后 这个快塞 他既然美国都已经可以 马上就有了 那我们台湾 是不是跟他合作 也可以有 最后一个 因为 最后一个时间到 我只要讲问题就好了 我们的那个 拜托同一片 下一页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 其实台湾人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因为SARS的经验 所以我们看到 在SARS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这次要给医疗人员的相关的津贴的标准呢 SARS是做了规定的 可我们这次的特别条例里面呢 我们只有一些的笼统的一个规定而已 对于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比如说刚刚讲居家也好 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等等的 这些人 他是不是应该 因为他的风险很高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 类似像SARS一样的 叫危险津贴也好 或者其他的名词 我们都已在处理 不会低于SARS的 那可不可以 回到上一页谢谢 可不可以拜托把 这一些的对象资格条件 项目金额方式程序相关的规定 能够公布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让全民 都可以知道他的权利 以上谢谢 好谢谢 那委员所要求的 就拜托行政单位能够尽速办理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再继续开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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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多事 谢谢 我 中间休息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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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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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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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